4秒3秒 目前这是一个漂移的三分 够难 好比赛开始 经验更丰富的陆文博 好球 4秒3秒 好 目前这是一个漂移的三分 够难 好球转换帐篷 直接完成扣篮 暂停时间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帐面 目前 真准 个人第二季三分 窜起来 转换直接要三分 让队进攻打顺风顺水 目前也突进去了 二加一 今天也是很早的给李克七上场时间 哎 这个哨子其实是吹在了黄龙旗的身上 切球这一下 这个赛季已经无依无求了 所以呢 上了冲带棚 目前 哦呦呜 第三季三分 手感是真的好 四中四 再来 四打三 冲篮 整体年龄是多么的年轻 要比较吴钱再来三分 吴钱单截20加 说人家很职业 投资机航控制失误只有一次 吴钱再次起飞 掌握三分调整一下 哇 吴钱第六个了吧 也是对哈利有研究 哈利真的适用 其实从能力上讲的 感觉肯定是不如斯托克斯 但球队现在要的是外援的态度 又是无钱吧 探前一步抛头命中 加击 没有给犯规 漂亮 吴钱快下正面上篮再拿两分 哎 这个球没有犯规吗 反击二打一 这一下直接扣了 吴钱 随着这个三分命中啊 吴钱再次创造了自己直线杉亚得分新高 吴钱突进来 漂亮 摇鼓啊 这个球补慢了 这个时候本来已经追到八分了 现在又逐渐要被拉开的趋势 然后又能知道焦段平 还是要让你 吴钱还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直线杉亚得分的新高 吴钱切进来 这球没打进 防底线球啊 李克七又被吴钱轻松的摆脱 只剩五分十秒的时候呢 还保有这么多的一个领先啊 今天浙江队应该说很大的机会获胜 但是由于胜负关系不占优啊 所以如果想确保金球赛的话 浙江队不光的赢今天 我这倒地六个人 一打一 你的红旗 武贤汉有经验 节奏上的变化 其实这比赛的胜负悬念不大 但是最后一个主场还剩4分钟 四川队也对得起 到场118比93 吴钱行在客场取得了一场大胜 这也是他们计划之间的一场胜利 这样呢 还是继续保持着旧赛悬念 得到最后一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